当它们从深海渠上来,它们室内被体压的风气被扩张。 在深海潜水的时候,可能要怕时间再跑,因为氧气不够。 如果太快渠出水面,风气开始在它的血液里面形成气泡, 可能会阻碍血液攻击到身体其他重要部位,造成失明、瘫痪、甚至死亡。 据水员下注了,开始往南。 唯一避免的方法就是帮使凯勒和克里斯的身体减压,总体的气泡。 快,快,快。 所以他赶紧跑进剪牙舱。 那么你要跟他玩吧! 这样可以预防潜水伏病,让他们的身体适应全面所的体压。 现在我们把潜水员带进剪牙舱进行划理剪牙。 还是4分钟。 在外海进行商业潜水的时候,因为我们想在水里停留月酒瘾。 为了预防潜水伏病不是剪牙病,我们非得把它们送进剪牙舱。 快,坐下,坐下,坐下! 不容易,太可教了!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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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